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为何清明期间,民府要放灵性出来讨债呢? 清明节的注意事项 清明节是冬至后的第108天 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 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 在民间,各个地区清明节祭拜祖先的习俗各有不同 清明节人们在日常起居上有哪些注意事项 上坟祭奠时又有哪些玄学上的讲究与禁忌呢? 我们来听听观世音菩萨代言人心灵法门卢君侯师父开示 清明是人生结束,不缓战,灵魂可以留下不走 问,最近好像我们身边的同修状态都不太好 是怎么回事?几个人同时有这种情况 师父回答 现在还在四月份清明后 清明节实际上是很厉害的一个结束 这时候有许多灵性出来 如果你不精进不努力没有把债还清的话 会让他不开心 有时候他会跟地府请假继续在你身上 他说把债要回来了,我才走 清明节前一个月灵魂就会来 问,清明节快到了,有什么说法? 师父回答 凡是冬至清明和中元节 一个月之前,往往就会身体不舒服 经常会这里痛那里痛 经常会梦到亡人,会有心理想不通的感觉 实际上就说明有灵魂已经来看你了 所以冬至清明节之前要多念经 清明节阴气重,男女之事不宜过多 问,什么原因会让一个人阴气很重呢? 师父回答 经常在阴气重的地方生活 比方说家靠近坟墓 在医院里工作 经常在卖棺材的地方 或者屋子里,常年见不到太阳 这些都会阴气重的 还有,到了清明冬至或者中元节 有些人一点都不懂的总做夫妻之事 那么阴气就上升了 还有,晚上经常看鬼故事鬼电影 一看,阴气就上升了 清明节去上坟穿素色衣服比较好 问,清明节是不是不能穿 大红大紫的衣服去上坟呢? 师父回答 当然,素一点比较好了 你穿大红大紫的话 边上的人要骂你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穿的大红大紫呢? 什么喜事啊? 不够庄严,明白了吗? 那请问白色可以吧? 白色,黑色都可以 关于清明节在墓地祭拜亡人的程序 问,清明在陵园祭拜亡人的程序是什么? 师父回答 到了陵园之后 先用浮沉或者小扫把打扫一下 弄干净铺上布 然后再把香炉水果放上去 把东西都放好了 然后开始点香磕头祈求 最后送心经大悲咒往生咒或其佛灭罪真言 目的的物品不要拿回家 不要食用 问,上香的时候必须拿香炉吗? 把香插到坟头土堆上行吗? 师父回答 实在不行,哪个碗都比插在土堆上好 问,等香燃完后 我是再把碗拿回来 还是把碗放那儿? 师父回答 不要了 问,放供品下面铺的布的颜色 有什么要求吗? 师父回答 红布、黄布都可以 问,供的水果还能拿回家吗? 答,供祖中的水果就别要了 不是供菩萨的 供过灵魂的东西 还要拿回家去吃吗? 有关清明节的注意事项 问,清明节要注意什么? 师父回答 第一,清明中云冬至 是敬拜菩萨祭奠祖先最重要的节气 也是超度亡人的关键时候 坟定灵园是成千上万灵魂出没的地方 不要东张西望 不要高深喧哗 不要对别的墓碑品头论足 不要供馒头鱼肉烟酒 不要忧伤过度互天抢地 第二,要白天去 清除坟头的杂草怪枝 上坟祭拜或者在家里供奉亡人 最好要在下午两点之前完成 三,在坟前可以供奉清水水果和鲜花 要默念大悲咒 请菩萨保佑拜祭顺利 四,可以点蜡烛 但只能点红色的蜡烛 不点也可以 在墓地不能点油灯 第五,要用专门的新的水杯和香炉 用完后可以包好带回家 下次祭奠亡人时再用 六,可以念大悲咒 在坟地灵元最好不要念心经 但是在坟前上香之后可以念 七,晚上尽量不要去想念过世的人 可以在白天想念 八,许多灵魂在清明前后会很活跃 提醒大家 晚上一定要多开灯 开的时间要长一点 早点开晚点关 最好念一些经再睡觉 最好有一盏灯开通宵 九,一照一向不要挂在墙上 也不要树放在桌上 因为很容易招惹别的灵魂上去 造成家世不灵多病多难 十,如果去上坟 一般会有很多历代祖先的坟头在一起 实际上有很多已经转世投胎了 还有很多是过去的三代以上的 不一定是你的祖先了 所以三代以上 并且已经不知道名字也没有梦见过的 一般可以不为他们念经了 十一,不建议笼统地给几代祖先同时送经咒 可以给自己比较清静的或梦见的先人送持 十二,可以念大悲咒心经往生咒 还有礼佛大忏悔文 这几种自修经文 十三,如果有特定的灵性要在 可以给每位灵性念四十九遍的心经 十四,念心经时 如果知道灵性的名字 比如过世的亲人 就说 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某某人将心经送给某某人 如果不知道灵性的名字 而是一般的要经者 就说 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某某人将心经送给 现在向我要经的要经者 如果觉得对哪位过世的亲人特别内疚 亏欠的特别多 可以在念经的同时 自己捐一些功德款 这也是在化解自己眼下的灾结 这样还债就还得比较充足 十五,清明节这一天 要肃穆不要嘻嘻哈哈 过去好多东南亚国家 包括日本等国 在这个节气 人们专门在家念经 祈求一年的平安 为何清明期间 要放灵性出来讨债呢 问 有一个问题 弟子不明白 清明节的时候 地府开门 把这些灵性都放出来 我们遇到车祸 或者是不好的事情 许多都与这些灵性有关 那为什么要放出来呢 师父回答 我问你 人有没有假期 好了 人家就没有假期吗 在监狱里都有放风的 鬼怎么不上来呢 每年放一次两次上来 有什么不可以的 人家总归要有假期的吧 每个人都有 不能让犯人老关在里面 也得给他们出来放放风吧 问 清明节是鬼门开还是鬼门关 师父回答 清明节之前 鬼门开 清明节 他们上来之后 鬼门关 清明中原等节气 因为疾病 导致懈怠不静静 是否会影响到自己的莲花 问 经常听到录音里讲说 抹师兄的莲花掉下来了 除了几个很大的原因 比如 恋财 邪淫外 那如果是 懈怠的原因 怎样的懈怠程度 会造成自己的莲花掉落呢 如果是 生病了 很长时间念不了经 或者清明中原等时节 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业障爆发等等 念不动经了 或者不想念了 是不是也不自主的 算是懈怠 而影响到莲花呢 不念经多长时间 会伤到莲花呢 师父回答 记住 如果你犯邪淫 恋财等 这些大的事情 莲花很快就掉下来 如果你懈怠 掉得很慢 它是枯萎 你一直不好好念 到了后来 真的有问题了 它慢慢才会掉下来 概念是不一样的 所以 你要是真的身体不好 念不动 但是你心里还想念 你哪怕念一句 观世音菩萨保佑我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个念和你不想念是两个概念 不想念的容易掉下来 想念念不动的不会掉下来 清明节要特别当心多念经 做重要事情前 要跟观世音菩萨祈福 师父说 马上到清明节了 希望大家特别当心 在清明节之前 要多念经 尤其是祭奠王人 一定要多念经咒给他们 然后自己要特别当心 就是做什么重要事情之前 要祈祷一下 就是跟观世音菩萨祈福一下 三节音器教重 要多念 消灾 吉祥神走 问 童修说 大概十年前 他就发现 每年一到夏天 就是中元节前后几个月 他都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大多数都是工作没有了 有时候会身体不好 这种情况事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八 前世音菩太重 很多的负能量 集存在你的节当中 三节像这种节 就是音节 清明中元 还有一个是冬至 都是比较音的 音菩比较重的节 此时可念 消灾 吉祥神走